戰爭是非常殘酷 尤其日本當年日軍侵華期間 造成多大的傷害 這個傷痛到現在 還要繼續要彌補當中 但是日本看起來 沒有官方那麼大的一個 道歉的一個誠意 但是來看到 原本侵華日軍731部隊的少年隊 這個隊員叫做清水一南先生 抵達到哈爾濱來 他也到侵華日軍731部隊的就職 去懺悔跟道歉 我們看看相關的報導 吃飲みではもうやりたい ということは考えられない まあ謝るということしか ですね あまりにも無殘なものだったから 私も声も出せないくらい驚きました まあ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ね なぜこんな 妊婦の標本まで 那老师你怎么看 731部队这一位先生 他其实今年已经94岁 他其实有很大的遗愿 你看他都94岁 说我一定要到 中国大陆这边来去盗窃 其实他说1945年3月的时候 他14岁被征召入 目睹日军 731部队惨觉人寰 令人乏死的暴行 这个就是铁证如山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打到末期了 日本的衰败已经成形了 所以日本打到要灭种 所以把这些中学生 初中生他14岁 还在初中读书 把这个初中生就征召入武了 都是强制去当兵了 那他被征召入武了以后 因为其实日本那时候 已经打到没有人可以打了 就把这些未成年的孩子 征召入武就叫做少民兵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东北去 然后到731部队去担任 后勤的这种工作 因为还是孩子嘛 十几岁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 怎么会常常在那边烧火 然后后来他到了实验室 看到这个日本人 那些成年人 那些医生 那些东京大学的那些教授 他们所做的事 他吓坏了 他无法理解 人类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所以会做这种事的 都不是人类 是比禽兽还不如的禽兽 比魔鬼还邪恶的魔鬼 后来那些人 有些人到东京地大 东京大学去教书 有些人到京都到其他的很多大学去教书 那些人是坏透了 真的是人类间最邪恶的一群人 这个少年兵 他从此以后 他这一生恶梦 他看到了这种惨绝 人环的惨剧 那当时后来日本战败 他是赶快逃走 然后当时他们要撤走的时候 要毁掉所有的证据 可是他还想方设法 留下一些证据 因为这些事不共助于事的话 那他永远死不瞑目 所以他等到他回到日本了以后 他严格上来讲 他就安安静静的 可是他从此以后 他这一生过不去了 他没有出过国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也就是从回到日本去 他没有离开过日本 可是他看着日本 一直在掩盖这个罪行 他一直看 然后一直在掩盖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也很可恶 那个国家叫做美国 美国掌有这些罪行 这些暴政的所有的资料 而当日本的政府 日本很多的人 极力地掩盖 没有731这个部队 没有731这个事件 没有用火体做实验的这些 人类间最不堪的事情 他们极力地要掩盖 要否认的时候 这位其实美国都知道有 美国对不起中国人 美国当初为了要拥有 这一些实验出来的 这些生化生物的这些资料 美国后来的化妆品的发展 药学的发展 跟这个都有关 美国为了要掌有这些资料 对于这些战犯 就不把他们送到战犯做交换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把这资料 移给美国 那你们本身免于受战犯的绞刑 所以美国掌有所有的资料 可是美国从来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站出来说你日本人 这是你的罪 你无可狡辩 美国人没有这样做 美国人对不起中国人 坦白说 美国人就是对不起中国人 美国人对不起全人类 因为美国人没有让全人类知道 日本的罪行 日本的这些罪证 这一些人在东京大学教书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应该都被刻出来 哪一些人在东京大学教书 哪一些人在日本哪些地方教书 都应该要一五一十的 永远把它刻在板上 让东京大学从此以后蒙羞 让日本的那些大学 从此以后蒙羞 说你用的这些 禽兽都不辱人 在你的课堂中教你的学生 这些人是坏蛋 是绝对的坏蛋 十足的坏蛋 而这些坏蛋 站在日本的讲堂上去教他们的大学生 坏透了 那他本身受到很多的威胁 日本议员也是骂他 他骂他 他们骂他 说他造谣 说他侮辱 说他背叛自己的国家 他拿出所有的证据 然后甚至他自己也说 日本人很多人希望他就死在中国 所以你就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活见证 而且他是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活见证 还敢于说的 对 还敢于说的活见证 他自己也知道 他如果再不说 他的良心永远不安 他的良心不安 会随着他那么走入人生 而他的后代子孙怎么办 其实他思考的是怎么样去赎他这一身的罪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一点 坦白说有很多 其实在台湾 尤其那些哈日从日的 尤其是那些台独的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日本人干的这些 多么的肮脏污秽 产无人道的事 你还可以站在日本人这边 坦白说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很不应该的 不要忘了 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屠杀台湾几十万人 尤其是对原住民有多少人被屠杀 对 尤其是当年的这个 未安妇事件 其实很多人都是蛮感同身受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日本也希望赶快要来道歉 而不是只是你看 人家说出真相 你就说对他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战争真的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周遭的国家 其实也是希望和睦相处 那对日本你看日本做这些事情 中国大陆也希望跟你不要 这样子对抗来对抗去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其实中国大陆鄰居 还有一些国家 其实在RCEP 东盟这些发展都还不错 其中来看到是越共总书记 苏林说传出8月15号 访问中国大陆 跟习主席来会面 其实苏林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上任 其实习近平主席也有 对他进行贺电 说我们要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 走生走实 因为他接替的是软富正 软富正对中国大陆也非常的友好 但是我们就希望越南 你不要说一套 逐资外交 不要那个有时候跟美国有时候要对抗中国大陆 因为菲律宾跟越南的海警 也举行首次的联合军业 这个呢就也传出来是要对中国大陆施压吗 难道就是因为8月5号的时候 柬埔寨呢 他们有个非常重要的 德崇湖南运河要开工了 那是中国大陆帮他的忙 因为呢这个运河呢 会让怎么样会让柬埔寨的一些货物就不用透过呢你越南出海 所以呢你是这样子怀恨在心吗 对中国大陆又要来了吗 您提到了柬埔寨的这个运河 这条运河是离东 金边离首都不远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陆运河 这个内陆的河流是很重要的一个运输工具 它占柬埔寨的运输有三分之一的货物运量 三分之一的货运量 可是您知道到末端的时候 它是绕到越南才出海 所以并不是直接经由 不能直接出海 这个柬埔寨的境内的深水港 然后来出海 所以越南本身就等于是掌控了柬埔寨 它的命脉 它的交通的重要的要道 有的时候它把水域关掉 找了一个理由就把水域关掉 那柬埔寨的货品就出不去了 也进不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有的时候它就要求要涨价 也就是你借到过来的时候 过路费 那这样的话就对柬埔寨的发展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发展 那么就受到严重的影响 柬埔寨自己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个技术 来把这一条运河 整个转弯 其实它还有一条支流 还是可以走向越南 所以对越南的下河的流域 不会产生影响 它只是引导出另外一段 然后经由自己的港口出去 那现在中国大陆 有资金 14亿 17亿美元左右 有资金 有技术 有能力 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最重要是很短 有效 好像是2028年 对 4年左右 2028年完工 对嘛 2028嘛 现在是2024 没错 而且要很短时间内就把它完工了 所以中国大陆完全有这个能力做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柬埔赛来讲 按照柬埔赛的红马内 他的父亲叫红森 现在是这个国会的议长 他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柬埔赛人总算可以用自己的鼻子来呼吸了 这个好有先议 对 也就是我们过去是养这个越南人鼻息 现在我们可以靠自己 那这样的情形 对于越南来说的话 这个既羡慕又嫉妒又恼恨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没有理由 因为 人家的发展 整个河流流域流到这里的时候 最后要出海的时候 竟然转到你这边来 因为地形的关系 而中国可以帮你开一条运河 往南走下去 那这样的情形对于柬埔赛来讲 它可以独立自主了 它可以走自己的路了 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深水港 也可以出去了 那它的这些货轮进来卸货装货 那往北运往南运 甚至柬埔赛未来再往北走向 跟中国的联通 那这个更加的方便吧 像泰国人那现在都已经 要跟这个老挝接轨了 然后货物要从北部 那么运上去已经开始带走了 那对越南来说的话 它一直寄望于中国大陆 帮它把这个南北贯通 铁路 可是问题就在你越南你翻来覆去 对啊 重点是这个嘛 你一下子跟美国 一下子跟谁又跟俄罗斯 一下子现在又跟菲律宾 然后你再搞青年三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在于 越南本身 它的一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越南本身出在于说南越 因为过去是美军控制影响的地方 南越的官员比较亲美反中 而北越的官员比较亲中反美 那这一次的整顿贪腐 南越的官员都涉及贪污腐败 然后纷纷的下马 所以现在是北越的官员比较多 掌控了越南的政局 而这一位苏林 本身就是公安大学毕业的 他是北越人 所以他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出访国 就是中国大陆 这显示出在他的任内 他最看重的国家是中国大陆 可是问题就在于 越南过去的纪录不好 我们也不确定 越南会不会哪一天又翻过来了 所以大陆跟越南的交手 通常都很谨慎 因为要走一步看一步嘛 看你什么时候又翻过来 我觉得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 大陆倒不急 再看个十几二十年再说嘛 或是三四十年五十年 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再说吧 慢慢看吧 因为免得越南你交通基础建设 帮他做起来了 然后他的发电站跟你做起来了 他反过来咬你 然后吃掉你的工厂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大陆看个五十年一百年再说吧 那我是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不断的呼吁 其实对越南真的要特别小心 尽管现在北越如果当道的话 当然希望能够延续阮复仲先生 他的一个遗愿嘛 中国大陆跟越南是好朋友 好兄弟邦誼嘛 就不要在那搞七年三的 就继续维持下去 这样是比较好 另外再来看到说了这个菲律宾 你也是翻来覆去 小马克星到底在干嘛呢 说什么中国大陆给干扰弹等等 就强力谴责 但是是中国大陆在黄岩岛延续 结果你菲律宾派NC212 这个型的飞机去那边非法闯入 被干扰不是刚刚好而已吗 他很生气说呢 这个是鲁莽的 但中国大陆告诉你亮剑了 用中英文发了四条的航行警告 说我们山东舰已经到了 旅宋岛以西 天哪 这对于菲律宾也是很大压力 你看在这个地方很近 然后呢那个到底多远呢 大概430公里 430公里就是我歼15的起降 这个半径最好打击范围 这边就是最好打击范围 而且这次叫军事演练 还用实弹射击 还说发现了两艘 已经是054A型的护卫舰 在这边伴随山东舰 大陆碰到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你把菲律宾当成一个苍蝇 它每次就飞过来 你就拍一拍挥一挥就好了 然后它又飞过来挥一挥挥一挥 可是有一天搞到你毛了 你就拿出苍蝇拍来 啪一下就打掉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现在它就是飞来飞去就拍一下 拍一下就好 所以目前来讲都是做把这个苍蝇拍掉而已 所以海警就是把这个苍蝇拍掉 然后这个战机就是把这个苍蝇拍掉 可是如果真的哪一天烦了 火大了 还真的就把你拍掉了 那就是把你打下来了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对大陆来说 它还是觉得我拍一拍就可以了 因为这小case 所以当你碰到这种苍蝇飞过来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话拍一拍就好了 因为无伤大咬拍一拍就好 灰灰它就飞走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力量 它也没有什么底气 它也没有什么用 就灰灰就好 但是你也要让这个苍蝇知道 你不是好惹的 那就是三东建就过来了 三东建过来其实 不只是对于菲律宾 其实是对美国 告诉你美国说 你在菲律宾搞青脸三 你在菲律宾摆那些军事基地 在我眼中根本没什么用 因为我完全有能力 去摧毁你的军事基地 所以你即使你的海军空军 你设在那个地方 中国大陆一样可以对你构成威複 所以我就在你眼皮底下 打一个实弹 其实这个目的导致在这里 而不是对菲律宾 用不到三东建 对菲律宾 不用了 它不是一个咖 坦白说真的不是一个咖 中国大陆对准的其实是对美军 对 而且直接就告诉你美国人说 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演习 你怎么样 是 你有胆你就过来 其实美军根本不敢出来 你看看美国 每一次大陆在演习的时候 美军都不敢出来 对啊 所以每次你看台湾也很有感 环台军演的时候呢 美国的螺丝符号 不就跑得远远的吗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发现说 只要中国大陆亮剑的时候 美国就不会呢 靠近而是呢 双航母赶快跑远远的 所以呢 菲律宾你不要自以为 美国给你抵制 真的可能想太多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